这个烦恼杖最困难的就是亲情 如何能够把亲情放下 亲情放下是不是无情 不是 这个亲情放下之后有真情 亲情没放下 那亲情是假的 虚情加义 哪里有真的 你情多变 这个我们也知道 真情永恒不变 自信里面 他不变 我们迷失了自信 真情就变成了虚情加义 现在大家所执着的虚情加义 你不是真情出来的时候 那叫大慈大悲业 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业 那真的永恒不变 顾尖远 开花显示 真舍之计 真舍之计 真如实相之本集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四实真相 顾止 所显现着 当相即到 即死而正 一夜无非真如实相 在哪里 就在当前 佛在大臣教里面 常识 心外无法 法外无心 法是设法界 一阵转意 都是心心 是变的 明白了 肯定 了解了 那这两句话了 你就肯定了 你相信了 所显现的 我们六根对的六成经济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这所显现的 当相即到 即死而真 这个道 这个真 就是直弟自信 古无大德 开悟 见信 信是什么样子 在现象里头 随便指一个像 无不是自信 老师点点头 同意 就给他运证 即死 事项当中 也如是 古得 在老师看问之下 竖一个手指 老师点头 也开悟了 这宗门里面 故事 在讲的公案 我是 促修佛的时候 喜欢看这些书 现在很多年 没去 再看他了 很多人名字忘掉了 朝代也忘掉了 记得有这么回事情 有个小和尚 很腕批 很聪明 老和尚有一天 在问大家 他也举个手指 那个时候出家人 身上戴着戒刀 老和尚把戒刀拔出来 一刀砍把手指砍掉了 他就开悟了 你看 竖一个手指 开悟了 这个时候把他手指 砍掉 开悟了 他是模仿 学别人 那结果老和尚 你看 你看 这都是 没有定法 你怎么帮助人 开悟 真是智慧 真有这个德能 知道在这个关节的时候 这一个举动 他会开悟 关机 那是大学问 出动 这一刹那之间 开悟 一夜 无非真如实相 任何一法 六根所接触的境界 没有一样 不是真如 没有一样 不是实相 没有一样 不是实相 一夜 一夜 无非自信 就是自己的真心 事故 超前离间 原句是学 这两个字很重要 超前离间 你才会开悟 你要有情职 不能开悟 你还要有见解 不能开悟 你有见解 是所知障 你有情是烦恼障 这两样东西 没放下 放得不干净 都没办法开悟 所以开悟的条件 就是超情利间 要超越 要超越 情职 这很难 实在讲 这个烦恼障 最困难的 就是亲情 如何能够 把亲情放下 亲情放下 是不是无情 不是 这个亲情放下 之后有真情 亲情没放下 那亲情是假的 虚情 加义 哪里有真的 情多变 这个我们要知道 真情永恒不变 自信里面 他不变 我们迷失了自信 真情就变成了虚情加义 现在大家所执着的 虚情加义 你不是真情 出来的时候 那叫大慈大悲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那是真的 永恒不变 所以祝佛菩萨 祝佛菩萨 对一切众生的关爱 超过母亲 太多太多了 没有法子比 为什么 他是自信 从自信流出来 永恒不变 所以是 缘居社羡 我们学过这个社羡们 缘满居住 业业法 任何业法 都居住缘满的社羡 这个才把一切伐的 性向离私因果 将圆满了 任何业法都是圆满的 都没有欠缘的 任何业法 都是平等的 你看在这个经历里面显示 一位一臣 跟法界虚空界平等 何宽其余 法界虚空界 今天讲的宏观世界 一位一臣是 微观世界 微观跟宏观是一不十二 一界一切 一切皆一 一是微观 一切是宏观 宏观居足是谁 微观也居足是谁 阿 利 投 佛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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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陀 佛 阿 佛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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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